歡迎大家收看 《世界語聯羽毛球》雜誌 丹麥球手安東神 在全英賽期間扭傷了他的腳腕 當時物理治療師跟他說 可能要休息六個星期 但安東神說他的康復進度非常好 一切都朝著正確的方向進行 所以他預計再過多幾個星期 他就可以再去到羊毛球場訓練 可以再往一圈 安東神如何在疫情下繼續保持狀態 安東神說他現在不能去羊毛球場 或是健身 所以他覺得這樣真是難可以好好訓練 所以他覺得很難做 很難做 因為我們很難做 安東神說他買了一些器材 現在在家 他會用橡筋繩做很多練習 包括手部的訓練 包括手部的訓練 另外他也會花很多時間在踏單車上 希望可以在這段 不能接觸羊毛球的日子 保持到體能狀態 然後再往一圈 除此之外 他還會做些什麼 安東神說他會拍一些影片 給大家看看運動員在這時候的生活 他還會拍幾條影片 和大家分享他在旁邊的生活 但他其實也不知道要拍些什麼 但我正在嘗試一下 因為平時他也沒有什麼想要做 因為我剛才說 他可以拍攝 在網站上看影片 但他想這樣也不太有趣 但我沒有想到很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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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奧運延期 安東神有什麼看法 安東神說在現在的情況 延期是正確的決定 所以他也同意這個安排 而從一個比較自私的角度去看 延期對他來說也是好事 因為他肯定自己 過多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時間 他會成為更好的羊毛球員 在一年或一半的時間 當然 所以 安東神覺得自己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接下來的日子 他會做過去一年半所做的事 也希望繼續進步 他有多滿意自己在2020年賽季的起步 安東神說他很高興 可以再在印尼的史立賢紀念體育館打決賽 已經是他連續第三次了 所以他很開心 而全英賽就是一個重要的目標 而是他的夢想 當時他也進入準決賽 不過可惜最後因爽退出 所以 當然 那是很困難 但 安東神說他也很難接受 在一場這麼重要的比賽 要棄權 但在2020年賽季初段 他覺得自己打得不錯 有理想的成績 他也很滿意 因為我感覺到 我並不是在最好的形狀 而安東神說他現在 其實還未到最巔峰的水平 這樣證明了他還有能力 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績 他有什麼想跟妖魔球迷說 安東神鼓勵大家要繼續努力 利用現在的設施去鍛鍊 保持身心健康 安東神說最重要的是 保持耐性 現在是艱難時期 有很多事情 沒有辦法預計 沒有人知道 何時才會回復正常生活 可以再去旅行 做運動 又或者是在電視上 收睇到體育賽事 做運動 安東神呼籲大家 要多些和心愛的人 聯絡 還有家人和身邊的人 大家要互相鼓勵 所以這就是我的訊息 所以這就是我的訊息 衍生出來的一個想法 他們希望把羽毛球結合音樂 和娛樂 作為一種休閒活動推廣出去 古斯華 在1997年的時候 他和他的朋友 蒙斯拿 開始建立這個生意 最初的構思 就是想創造一個地方 讓一群在蘇黎西居住的人 打羽毛球 就像是一堆在蘇黎西居住的人 像是一堆在蘇黎西居住的人 在蘇黎西居住的人 當我當時在蘇黎西居住的人 當他還是年輕球員 的時候 整個瑞士 只有兩個符合規格的羽毛球館 可以用來練習 其餘的都是一些學校的場館 而且當學校放牆假的時候 有大約十二個星期 是不會開的 所以他們不可能有充足的訓練 所以他們不可能有充足的訓練 所以股師說他們想找一個地方 例如是古舊的倉庫 讓他們可以用來改造成羽毛球館 他們在報紙上登廣告 然後這裡的業主就聯絡他們 最後就變成了今天這個地方 股師說當他們第一次來到這個前工業區的時候 周圍什麼都沒有很荒謬 結果羽毛球館真的開張了 股師最初希望他們球會的朋友 會來這裡一起打球 不過股師的朋友最終都沒有來 反而是其他人來到這裡打球 這些人是剛剛開始打羽毛球的 之前都沒有打過 來過一次之後就整天都來了 股師還記得開張那一天是星期二 但在第一個星期六 球場就已經被人預訂到爆了 而預訂場打球的人都是以前沒有打過羽毛球的 幾年之後 股師他們就開發了附近的地方 創造了很多商機 開始由餐廳、酒吧 各式各樣的商店 而本來是火車橋的地方 現在已經變成了購物地帶 這樣對他們有很大幫助 因為這個地方變得更加有吸引力 所以我們在無球館 就剛好坐落在正中央的最佳位置 正中央的最佳位置 這位是施華倫 他是在這裡工作的其中一位藝術家 他們很多人都是二十年前來到這裡 而他就在二十二年前來 即是跟股師差不多時間了 施華倫說 他們兩個見證著這個地方有很大轉變 以前曾經是工業區 但現在就是一個很時尚的地方 還吸引到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人 所以股師改造了羽毛球館 亦都改變了一些球賞 所以股師改造了羽毛球館 亦都改變了一些球賞 所以我們建造了羽毛球場 我們在球場裡 加開了一間酒吧 有人會在現場演奏音樂和唱歌 讓人們可以一邊打球 一邊聽音樂 很多人都很喜歡這種形式 打完球之後 還可以坐在酒吧 喝兩杯 享受一下時光 斯華倫就贊這一個 章遠湖球館 和酒館 和酒吧結合的布置很特別 他說這裡的酒吧 之前是遞屬於另一間很出名的酒店 本身也有一定的名氣 斯華倫說這方面 會令到一些人來到這裡的目的 是想參觀一下酒吧 和感受一下體育和酒吧 結合一起的特別氣氛 我的學生說 他在這裡打球已經打了大概十年了 通常一個星期來一次 每次45分鐘 打羽毛球是他的興趣 我最初的 我的學生說 羽毛球館 位處這個地方的正中央 有很特別的氣氛 而且有一間挺好的酒吧 可以讓他們打完球之後放鬆一下 每個人都很好 所以他很喜歡來這裡玩 所以我喜歡來這裡 古斯覺得這個購物很特別 很多人都很喜歡 尤其是遊客 特別是來自亞洲的人 因為他們以前沒有見過這種地方 古斯用美國來做例子 他說五十年代 很多美國人都喜歡去保齡球館 一邊打保齡球 一邊聽音樂 而他就搬了這一套來到這裡 這就是我們現在做的 古斯在羽毛球館增加了娛樂元素 很快就證明他這個做法很成功 這裡獨特的氣氛吸引了很多業餘愛好者 古斯之後的計劃 就是要進一步在瑞士推廣羽毛球運動 古斯說他在幾個月前開始 就開始了訓練學院 還在加拿大邀請了達比卡 過來擔任教練 古斯說他這樣做 是因為他的兒子也有打羽毛球 在蘇黎西地區還有很多很好的球員 所以他希望這些有潛質的年輕人 可以接受更高水平的訓練 接受達比卡的指導 達比卡說他是來自加拿大的 現在就在蘇黎西居住 也是為這個羽毛球館工作 負責球會所有的訓練 還會教蘇黎西羽毛球會的私人興趣班 以及為業餘人士舉辦一些興趣班 他們的目標是舉辦更多青少年計劃 吸引更多人來到打球 吸引更多小朋友愛上羽毛球 從而令到羽毛球運動 可以有更好的發展 這位是舒默特 今年十八歲 他十三歲開始 這位是代表瑞士青年國家隊比賽 他的目標是成為職業球員 在國際賽中有好成績 舒默特說可以在這裡訓練 真的很好 因為他在這裡成長 而他媽媽也曾經在這裡工作 所以當他很小的時候 已經經常來這裡 舒默特說 這裡還有很出色的教練達比卡 他說達比卡幫到他很多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令他可以在達比卡身上學習 達比卡說現在在瑞士 有很多人喜歡打羽毛球 當然很多都只是業餘休閒的時候 才會打 但是以瑞士的人口比例來說 打羽毛球的人佔很高比例 而這裡就提供了一個很完美的環境 因為有很古典的氣氛 也有一些音樂和酒吧 所以吸引到很多人 古斯說他很高興 看到很多人來到這裡消遣 開始打羽毛球 然後繼續打下去 古斯估計 現在有大概25萬人 會定期去這種羽毛球館打球 其實這個比例 對於好像瑞士這麼小的國家來說 真的很高 蘇利西地區 大部分人都是來這裡打羽毛球 所以他們對這個現象也很自豪 所以我們很驚豔